于天和李亚平的二女儿于怨起 2022年8月不敌癌症病魔逝世 享年39岁 昨日是于怨起辞世后的第一个名单 于祥全在脸书晒出怀念二姐的影片 可见有于怨起生前和家人温馨互动的点滴 最后更可见李亚平到女儿的塔位前 向女儿说生日快乐 并强调于怨起是他们一家人的骄傲 相信他们有天会再见面 让人看了鼻酸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干嘛呢 干新年快乐 我也戴眼镜 小镇眼镜 先来哟 喜怨起白 我赖你拿起来就好了 好吃 巧克力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在天上保护 看顾着你们 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在你们身边 姐姐要照顾弟弟 弟弟长大要好好保护姐姐 爸爸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 希望你们永远都幸福快乐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一辈子我们还要当一家人 我自己本身 我已经等不及报告出来 我就直接冲到医院去 就问我熟的医生 熟的医生就跟我讲 他说不是很好 他说应该是肝癌 就是肝癌 你知道吗 我听了之后的话 我就是两腿发软 就直接好像眼前一片黑 好像舞雷轰顶一样 我那个时候人是站在大马路上 车水马龙上下班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对着天在那边大喊 知道吗 直接大哭你知道吗 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对我的女儿 我女儿怎么可以得到这种病 那第二次离来的时候 已经有家庭了 还生了两个baby 那你的感觉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真的是 跟第一次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就一种由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 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的时候 是我在 我就是刚生完弟弟 就是还在医院要住三天嘛 刚生完住三天 然后因为我怀孕的时候一直在咳嗽 然后还是我自己问医生说 我在怀孕的时候一直在咳嗽 我要不要照一个X光片看一下 OK 然后他就帮我照了 然后照了隔天呢 就很奇怪 就医生来跟我讲说 余小姐这个片子 我们可能要请我们的主治医生 仔细的帮你说明一下 我就觉得不太对了 接触就是更精密的检查以后 因为我医生才跟我宣布说 余小姐 你这个我们帮你判断 是脂肠癌的扩散 已经有肺也有 然后肝也有 所以他算是 08期也有 所以他已经算是第四期 就是我们的末期 等于算是癌症的末期 这样子 然后一般听到癌症末期 是整个就是没办法接受的 那你怎么去面对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生下小孩 我还准备就是要去月子中心 你知道 那时候 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才刚 就是怀孕的期间 我也是受很多苦 因为他肿瘤就是压在我的气管 所以我怀孕的时候一直在咳嗽 然后半夜也没有办法睡觉 就是我怀孕的时候也是很不好过 我想说我终于生下来 我可以好好照顾我的小孩 我怎么 为什么要 要给我这样的一个大吉给我 这样子 要伤心 对 都过去 那个时候其实 真正是第一次 就是那么低潮 就是甚至我在去月子中 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去月子中心的路上坐车子嘛 我就会想 我就会看到 秦国车的人 然后走过去的人 就说 为什么 他没有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 为什么只有我有 我在刚生下来 为什么是我 知道他是 一四期 那时候是去年 我证明是 被征召去补血的时候 我每天安排了 每一场很满的行程 一听到他 第二天去 也是 还是要跑 可是到台上讲话 一想到他 眼泪就掉下来 我真正不想死 真的 大阵真的每到一个场合 他就说 他 他可以不选上 但是他只希望秦秦能够好 我们是不是掌声再来 鼓励一下 就是说 我一开始知道 我离癌 因为我刚是我小孩 所以那个时候打击很大 那要讲到第二次 第一道歉 第二次低潮秦秦 第二次 其实就是 开完肺不久 那因为我们离癌 我们都会验那个癌指数 医生都是用那个抽血的那个癌指数 来判断你的癌细胞的破散 那我那个时候就到了高峰 高峰期 就是 就是 不乐观啦 医生是这样跟我讲 说这个状况不好 所以他决定要加重我的化学的那个药剂 药量 可能要加什么药 这样子 所以我打化疗的时候 我就是 吐得更严重 就是所有的症状都是更厉害 这样子 可是我问医生说 我有结束的那一天吗 医生也不能回答我 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 他是跟我说 12次化疗就结束 可是那一次 开完肺的时候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说要达到肿瘤 缩小到可以 开刀 才可以再讲之后的次数 所以那时候我感觉就是 就是 很痛苦 然后在前面就 就看不到任何光 就是一片黑暗的感觉 就是 你没有办法知道 你这么痛苦的情况下 你可能还是 还是会走掉 还是会死 就 就觉得很想要放弃 就会有负面的想法 就说 小孩没有妈妈 他也可以健康长大 没有关系 老公大太年轻 也可以再娶老婆 没有关系 所以有一天 我接到他的电话 等于 算是歇斯底里的声音 跟我讲了 妈妈 你不要讲任何的 一个问题 真的是因为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决定了 我要放弃 我直接态度很不好 我就说你不要管我 琪琪 因为真的化疗 你们都没有办法想 真的非常痛苦 而且因为开刀化疗 开刀化疗 这样的过程 其实真的非常辛苦 不是我们坏人可以理解的 刚才他自己下有跟我讲 其实他第二次 其实很辛苦的时候 其实他都写好一书 要给他拟 真的 对啊 我就写了 我就写到我手机里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可以念给大家 就是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 相信 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在天上保护 看顾着你们 不管白天天夜 都会在你们身边 姐姐要照顾弟弟 弟弟长大 要好好保护姐姐 爸爸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 希望你们永远都幸福快乐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一辈子我们还要当一家人 我想我们家里 每个人都在鼓励她 完全也是靠她自己 后来 我们有劝她说 至少要有两个小孩 你要为了这两个小孩 自己加油努力 我们全家人 每个人知道她末期的时候 那是全家人 每个人哭啊 尤其雅琳 我在家里 我看她每天都在哭 那我还要安慰她 我又不敢哭 我是等她们都出去 我自己偷偷留言的 我可以问她 我这时候 我去找她 我看她的那些人 你还要帮她 我来帮她